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1年的10月份 全国冰雪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人 其中尤其是滑雪这项在欧洲北美已经家喻户晓的运动 慢慢的开始在中国年轻人里流行起来了 而就在本次冬奥会滑雪比赛的城半地被称之为雪国的张家口崇礼 26年前当地人还对滑雪一无所知 你在崇礼找不到一家滑雪场 更看不到一个滑雪的人 那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就是今天的故事了 我叫吴玛 我是做纪录片的北京人 我觉得小时候下雪比现在要多 我们一般中学的时候一下雪大家约好 就说咱们今天放学比如说或者最好是寒假的时候 咱们到天坛去探学账去 一直打到天黑看不见了 然后身上都是湿了 那衣服里面全是汗 衣服外面全是 就是那种雪化了的 或者是冰叉子什么的 我印象当中 我反正最早接触的滑雪看到的一定是从国外的电影或者广告的 对 然后我有一个表哥 他后来他是学音乐的 他到瑞士美牛艺音乐学院去上学 然后他就给我寄了照片 还给我寄了一个滑雪的帽子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运动达人 所以他滑雪也掌握得很快 我看他那个照片的那个动作很潇洒 就是在拐一个弧线的时候 那个雪漠溅起来 那个时候中国人体会滑雪的太少了 可能有些人他们因为出国上学或者出国工作呀 在其他国家就体验过这个 中国人特别是在东三省以外 中国广大的中低纬地区是没有人接触过滑雪的 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神秘的运动 1997年的冬天的时候 我在晚报还是那个报上 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豆腐块的广告 就是说你去大自然中体验滑雪吧 我对那个东西完全没有就是认知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去了之后会怎么滑 反正一切都不知道 王硕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他也是我的座位名 王硕说我们这辈子最怕的是什么 不就是白活吗 所以什么都要体验一下 吴马看到的这则广告来自于一家叫塞北的滑雪场 特别于北京240公里外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 如果你要告诉崇礼当地的老乡啊 在这个山路崎岖的国家级贫困县 26年之后将会作为中国第一届冬奥会的承办地之一 绝对不会有人相信你 敲动着许国命运齿轮的 是一个人如其名 颇有点传奇色彩的人 我姓郭 明镜 自大侠 今年62岁 我是东奥名城崇礼 第一家滑雪场 塞北滑雪场的创始人 郭靖是北京人 当过兵 做过地产投资 旅游策划等产业 1996年身在广西北海任公司董事长的郭靖 有不少人找到投资 突然有一天 一位介绍人找上门来 跟郭靖说 河北张家口有一个滑雪的项目 可以去考察考察 96年那会儿 中国那个滑雪场 只有这个亚伯利 北大湖 长白山 还有通化的金厂和这个松花湖 这几个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吉林和黑龙江 当时在一个中国的那会儿滑雪 那基本上都是以天然雪为主 就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能不能够滑雪 那当时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也就跟听个故事一样 当时我也是正好是在北京 找上我了 就去玩玩了 那会儿张建口地区是在1996年 刚正式的对外改革开放 在之前因为中苏关系紧张 张建口由原来一个中工业城市 变成了一个战备城市 所以他也是一直都不对外 不对外开放的 那么那次同行的 就有当时中国滑雪协会的秘书长 滑雪初的处长 单召见 他也是中国的1957年 第一次冬运会 第一个比赛项目的冠军 所以中国滑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老运动员 老教练员 我当时的心态顺便就去玩一玩 就是一个没有认知的地方 去看一看 路上去结识到这个单老师 跟他们聊一聊 就对滑雪有一个最初步的认识 说到那去 当时滑雪是怎么样 只能说顾名思 也就人在雪上滑行 可能想想也就是 林海雪园里面穿着白斗篷 杨子冲他们在林海雪上往前滑行 好像煮了两根棍 至于到这个具体的细节 说实话都基本上不清楚 到了崇礼呢 第一个给我感觉 崇礼县呢 县城很穷 很破 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楼 以平方居多 马路 主马路只有一条 红绿灯一个没有 他们就开着车 带我们到这个 不同的山上去转悠 那会儿我记得是 应该是九月份 到那去以后呢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感觉 就那个地方呢 确实植被比较好 到处都是白花林落叶松 而且那地方冷得比较早 那会儿呢 这个白花林呢 就已经叶子有点泛黄了 这个大概有北京 十月份以后的 那个晚秋的那个景象 到这个山上呢 就是大概转了一圈啊 就感觉呢 第一个坡呢 比较缓 就是不是那种 陡峭式的那种山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个对滑雪有什么更深的感觉 只是路上的时候呢 山老师一带跟我说 说哎呀 这个滑雪这个东西啊 怎么这么好 投资呢 也不会很大 就是如果说要干这个事呢 滑雪协会也会支持啊 愿意这个租一些滑雪板啊 拍一些教练啊 过来来指导 其实说实话 就听完这东西呢 懵懵懂懂 但是就感觉就说啊 不用投很大的资 也能尝试这个做起来 那么回来以后呢 这事就基本上就就过去了啊 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啊 刚才郭靖提到的 善召剑是中国滑雪界的元老级人物 1957年 当年才19岁的善召剑 一举拿下了三块冠军奖牌 成为中国第一位滑雪冠军 同时善老也是冬奥会 重理滑雪场选职 以及论证工作重要的专家之一 善老一直想在北京周边 寻找合适的滑雪场 他们考察了很多地方 最后发现 崇里这里的山体坡度不大 山上的植被又多 水系丰富 常有降雪 再加上冬季气候寒冷 存雪时间长 非常适合开发滑雪场 但对于郭靖来说 投资这样一个 在当时根本毫无群众基础的项目 他需要点冲动 至少他得先看到雪 他们找我很多次 十一月底 十一月份 说我们能下雪了 可能 北京零上十度呢 你能下雪呢 离北京这么近 说你这样 有功夫 你去看看吧 去看看吧 我约上这个 介绍了人 李和飞 我说这样 咱们俩 那个 老邀请咱们不去 也不好 就过去看看 我就开车 当时是一辆 这个老式的沃尔沃 开车呢 就往张家沟那块去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那是这样 就是走到半路上 这个 有一个地方 没有路标了 我就问这个 这个李和飞 我说 咱们往哪走啊 他说 哎呀 他说每次都坐火车过来 偶尔坐一次 那个大巴 他说我一般在车上睡觉 也不知道 那个这个路区 就往那走 那一瞬间 我忽然有一种 特别特出的感觉 等于是我现在 再坐一次 这个一个未知的 一个探索啊 往我的领路人 都不知道路在哪 你想这种事 做起来 那得是多艰难 多不可知啊 当然了 我还是当时看着这个 凭着自己感觉吧 要选择一条路 到过那以后呢 我就到过这个 塞本滑场 后来这个 选址这个地方 到过这个吸血量 哎 我到那一看 哎 真的 就是那会儿 已经有十几公分的血啊 就是基本上摸摸脚脖子的血 哎 我觉得这个地方 哎 挺挺挺神奇啊 我说这个确实 这个这个当时就是一种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第一个 这地方资源的很独特啊 滑雪嘛 你就有血就好呢 第二个呢 呃 就是那会儿年轻啊 36岁 就是正好那个 干别的事儿吧 都不顺啊 都是那种有点 龙游浅水 遭霞气 虎落平阳 被浅气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在那一个时代中 有一种部分啊 就是正好也没什么 无所事事 那个不甘于这个 呃 这么消沉下去 一冲动 说行 这事儿了 那就干着试试吧 郭靖在崇里 留了一个礼拜 当地政府非常热情 但崇里当时还是贫困县 地方确实拿不出太多的钱 郭靖一咬牙 自己变卖股票 先后拿出了十几万 再加上滑雪协会 擅除厂提供的一些 二手设备和技术支持 眼瞅着雪季马上就到 滑雪场得快点亮相 我同意这事儿以后呢 就很快 就是雇上人以后啊 我一做事儿 就雷地风行 马上就雇人就开始 简单的呢 砍了树 弄了一点这个雪道 但是其实弄了雪道 从当时来看呢 其实价值也不大 因为当时既没有造雪设备 又没有亚雪设备 等你砍完树 修完了 许雪道以后 它根本用不上 因为那树根子 你都除不掉了 当然呢 当时呢 就说我们基本上就说 呃 因为滑雪也是初级 就基本上 它有天然雪 就好了 哪有雪就在哪挖 啊 所以我们当时呢 组织和几个 呃那个就当时农用车呀 马爬了呀 就往山上拉 拿着雪板 就是到哪啊 这有一片雪 你就下去就滑就完了 就是用最原始的方式 让人们找着一种 和自然亲近的 这样一种呃 感觉 当时呢 我就就是 就是就地取材吧 正好呢 他们这个要修雪道 砍一些树 我就用那白花树呢 设计了两个 这个六边形的 这个大的白花木屋 基本上都用这个 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 去做 但是这个东西做出来 还是造型很好看啊 往后把两个白花木屋 给它连在一块 那个当时呢 那块里面笼上火 取上暖 就是因为外面很冷 零下二三十度 那在里面呢 能够零度 零上三两度 大家都觉得 已经很舒服了啊 所以当时就靠着两个 呃 大的木屋 另外一个呢 呃 我们在山上 也是用白花木 做一些这个小的房子 休息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做一些标识啊 做一些牌子 就是到呃 元旦之前吧 这些东西 基本上就都呃 搭建完了 取自流行歌曲 我爱你 塞北的雪 塞北滑雪场 在1997年的元旦 正式开业了 很有年代感的啊 当时郭静在 BPG报纸上做广告 广招客源 在飘飘洒洒 漫天遍野的雪季 崇利雪国 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吴玛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按照这个广告上 登的电话 那人就跟我讲 说你呢 就是星期六的早上起来 六点半的时候 到这个北三环的一个酒店 那集合 整整开了七个多小时 当然现在 你想要开冬奥会了 那个高速公路修得那么好 那个时候 那个挺差的 然后这到一点多钟的时候 车开到了一个山梁上 大家下车 然后就是 就一个很破旧的蒙古包 进去之后呢 那蒙古包里堆着好多滑雪板 那滑雪板都是旧的 二手的滑雪板 你看到上面有划痕啊什么的 我估计可能是从日本进口 因为那上面有一些日文字 那个蒙古包里面 就是那个有很多积雪 污水横流 就是很脏 出来之后呢 就有一个面包车停在外面 大家就挤上那面包车 包着自己的雪板挤上去 面包车我觉得也是那种 不知道哪逃来的 大概四手五手的 六手的面包车 就特别破 然后就坑坑坑坑就往山上开 这时候这个车里就有一个挺瘦小的一个中年人吧 中年人偏老一点 大概有五六十岁了 他就自我介绍 他说我叫赵世露 我是你们的教练 那个我今天来叫大家滑雪 欢迎你们到塞北来滑雪 然后他特别热情洋溢的 就说我给你们读一首我写的小诗 就是类似什么 北国风光雪连天 冰雪剑儿斗志间 就这种像是狗流似的诗 然后他就鼓掌 就戴着那面手套 就是鼓掌 到了山顶之后呢 那个地道喜鹊粮 就是由山上种了很多松树 然后他们就在那山上 就有那个树少的地儿 有一条雪道 其实也不是雪道 就是野雪 一个野地上的雪 没有经过压雪积压 也没有经过人工修整的 赵世露就开始教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赵世露呢 他是原来的这个武警 滑雪队的总教练 我们到那时候是一点多钟啊 滑到天黑就是四五点 就是滑下来之后 大家滑下来就再坐那个 中巴车小巴车给拉上去 然后再滑下来 就这么一趟一趟的滑 那滑雪其实是个很累的事情 就是因为它需要你 控制那个雪盘 要很大的力气 所以就是这个 其实滑到四点途中 就已经很累没劲了 大家下来之后呢 就有一个 那个时候有一个山庄 叫白化山庄 是一个非常简陋的 那么一个像小旅舍似的 很多房子都没有窗子 然后就是自助餐 自助餐倒是挺好 就是热热乎乎的 有什么鸡肉啊 什么啊 就几个菜 大家就吃 吃饱之后就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吃完早饭 又开始上山去滑 滑到中午十二点 大家再去吃饭 然后上大巴车回北京 这样的这么一个两天 其实是滑两个半天 住一个晚上 然后呢 在那吃三顿饭 当时啊 九七年的时候 这一次要七百块钱 说起来挺贵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工资也没多少钱 所以在当时 我觉得可能还算一项 挺高端的运动 虽然那个条件 就挺差的 你让大早上去 要做七个多小时 然后滑雪晚上住那地儿 也没有卫生间 有的房子 有的房子 没有卫生间 但在这种条件下 我大概每个月 最少都去两次 因为我觉得 那滑雪太好玩了 那种滑雪 带来那种感受 你站在那个 就是山顶上的时候 风 然后吹过来 然后看到了 临海雪原吧 它有很多松树 然后从那上面 滑下来的那种感觉 让你那个多巴胺的 那种分泌 达到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就是那种速度感 风从你的边上吹过 而且就是天然雪 和人造雪不一样 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北京周边有很多雪场 很多 那些雪场我都去滑过 首先一个就是你的观感 就是你的环境 你像北京周边这个雪场吧 因为它 北京周边的降雪不够 所以它是人造 用那个造雪机 撒出来的 那你看到 其实你站在山顶上一看 周边全都是黄土 只有这条雪道 是一个白颜色 像一个断带一样 那你的感觉就是说 这地儿太人工了 大家都挤在这儿缓 这特可怜巴巴了 但是你到塞北去 就是整个你满眼看去 全都是雪 冰雪世界 如果你胆大 你可以开辟新的雪道 我们经常就是说 当我水平提高了之后 我就不从我们原来传统 那个 它也分一号线 二号线 三号线 四号线 难度不一样 那我可能自己开辟 一定要学到 因为哪儿都是雪 1997年 塞北的第一个雪季 一直持续到了三月 当年有媒体报道 标题就叫 明日是经浙 描绘了在万物复苏之际 塞北滑雪场 还是白雪矮矮的 非凡景象 当然除了优质的自然条件 可以让客人体验到 无拘无束的野趣之外 在当时的塞北 你还能体验到国家级别的滑雪培训 之前乌玛提到过的 武警滑雪队的总教练赵实璐 中国滑雪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郭丹丹都曾经在塞北担任教练 他们的出现不仅带动了 越来越多的人来塞北滑雪 也可以说培养了北京 甚至中国第一批民间的滑雪爱好者 就是当时单老师给介绍的 这些教练嘛 这些就是有人力资源的知识 单老师本身 他是对滑雪这个事业的一份热爱 包括很多老运动员 老教练员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种 靠国家的这种支持 但是那会儿呢 实际上中国的滑雪 也很差 不像其他的项目 就是运动成绩也差 条件也差 所以他们就更希望 中国滑雪这个呢 能够更好的去发展 他们处于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热爱 而且能够把这个滑雪当作一个事业去在大陆中去做推广 就虽然我的水平不怎么样 但是说起我那些教练来 个个都非常的有名 他们其实是真正第一代的 就是推动市民滑雪的教 如果没有当时的赛北滑雪场 我觉得北京人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触滑雪 物与类居 人与群分嘛 能够就是不以那种苦为苦 能够体会到那种乐趣的人 一定是就那么一批人 就是秩序相逃的一批人 那些人第一个可能 首先一个我觉得经济条件都还可以 要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每个周末花700块钱去滑一滑雪 第二个呢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就是吃了那点苦啊 和你这个滑雪的乐趣啊 摆在天平上来看的话 一定是这边的滑雪的乐趣更重 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老能遇着 后来我还在那认识了那个业余的赛车手 开车开得特别好 黎先生 还有玩滑翔伞 朱先生 这个朱先生后来我在北戴河那边 在这个昌黎的翡翠岛露营的时候 还正好看见他 从空中飞那个滑翔伞飞下来 然后还有就前面说的马利昂 后来成了市民滑雪大赛的冠军 很多很多人都是在那儿 接触了滑雪之后 然后有的人呢有商业头脑 觉得说哎 这个滑雪是一个挺好的项目 那么就在北京周边开了很多雪场 带动了很多产业 可以说当年的赛北滑雪场 有点像黄埔军校一期似的 从那培养出了好多人 这些人带了对这个滑雪的热爱 后来就把这个运动推广开了 99年到2000年的时候 就是千禧年和新世纪开这两年 是最火的时候 那会我们开过专列 一天的话都上千人 一天都上千人 就是当时说那个就是我们一晚上 250个床位住350多人 都是在那个年代 因为后面呢是 一个是北京 石金龙 那会儿就开始 基本上靠人工造雪 开始建这个滑雪场 北京的 由于人工滑雪场 北京的雪场就全面铺开了 再一个赛北呢 相对来说 就是说从设施啊 从方便远来讲 就是也有些落后了 那到03年的时候呢 这个万龙建起来了 那么他们当时投过 第一年投过3000万 第二年投过6000万 对这个赛北这个冲击呢 就更大 万龙滑雪场 是由好历来集团的副总裁 罗利投资建设的 罗利本来就是滑雪发烧友 2002年左右 他也经常去赛北滑雪 但当时赛北还没有缆车 得排队坐车上下雪道 罗利觉得太好时间了 就给了雪场员工一笔钱 买了一辆车 专门带他上下山 第二年正好遇上了非典 罗利就是坐着这辆车 跑遍了整个崇利 最终选址在现在的万龙 万龙滑雪场 迄今为止都是 华北地区规模最大 配备设施最齐全的滑雪场 这样的小故事 现在说来 只是崇利滑雪产业里 一个耐人寻微的助角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 北京及周边的滑雪产业 开始兴起 市内有人工造雪的石经龙 南山占据了交通便利的优势 崇利又有河北体育局 主持开发的长城岭滑雪场 当然还有雪道专业 居住设施豪华的万龙 对当时的郭靖和赛伟来说 他们就好像是象群中的一只蚂蚁 得想尽各种办法才能活下来 郭靖这个人 就是他挺有意思的 郭靖以前我觉得他应该发达过 就是他应该也是做生意 做成功过 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看着可不像一个发达的生意人 他老穿一个就是那种挺旧的那种夹克 然后头发挺长 戴一个黑边眼镜 夹着一个那种手包 老像是那个包工头那样 就跟在那个甲方屁股 或者要账那种 就是可怜巴巴的那种一样 但是郭靖那个人 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就他那个地儿 以前就是那么穷的一个地儿 也不通水 也不通电 他在那修路 然后去跟人去谈 然后希望政府帮忙 然后通水通电 最后能把他弄成那样 这就是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付出 然后他没钱的时候 他有次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乌玛你能不能帮我把这邮票卖了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这儿啊 这个下一期工程实在是没钱 我这没现金 但我急优 我还有点邮票 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把邮票收了 换点钱 当然我也没帮上他 我也不认识 就是我看他后来干那个事吧 郭靖这个人呢 他有有有这口瘾 他耗着 就是他想 就弄一个 比如说项目弄成了 然后呢 他觉得脸上挺有光的 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 真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如果真从挣钱来讲的话 当时那么大的投入 干别的事也能挣钱 这事太苦了 你看97年的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就是完全是从零开始啊 就是荒山野岭 没有所到 也没有雪剧房 是在一个蒙古包里面换鞋 那么后来之后呢 当这一年花学期结束的时候 已经有房子盖起来 有雪剧房 就可以在一个永久性的建筑里面 去换鞋 然后所有的雪板都摆得好好的 所有的鞋按着鞋号摆好 就是出去一个雪场的规模了 但是在后来的时候 我就不怎么去了 一个是我可能比较忙 有段时间比较忙 然后就不怎么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边呢 郭靖他们那个雪场 有了大的进展 就是就有所知 郭靖是找到了一个 意大利的这个公司嘛 叫多勒美地 多勒美地是世界上 专门做这个 这个这个锁道设备的公司 他们合资了之后 就在那就有那个 大型的这种 所到的设备了 在周边雪场 日益标准化和产业化之后 郭靖是希望通过和外商合作 把老赛委改头换面 也能借着多勒美地 滑雪场的红火 再上一个台阶 结果没想到 多勒美地自开张之后 营业额低迷 郭靖和外商的合作 也频频出现矛盾 其实呢 他们是抱着很大的期望来的 对中国这个市场的这个看好 但是到最后呢 他们这个赔了一个多亿 落荒而逃 而且逃的节点特别有意思 就在冬奥会即将公布的时候 他们落荒而逃 而且把我也害了 他们一味地就说 这个用他们的那些观念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认真了解 中国的这个滑雪这种现状 游客的需求 盲目地去照搬 这个他们那些东西 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你虽然只有现代化 这不是中国第一条高速道 是他们引进来的 那个一些好的一些 这个修雪道理念 都是他们引进来的 那但是呢 他们真的是不适合中国的这个国情 比如说他的雪鸡大厅 他做的很小 这在欧洲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因为欧洲人就不会建一个 很大的雪鸡大厅 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小店 因为欧洲人是追求个性化的 我把我的雪鸡搁在这 他帮我修 或者帮我那种 或者我事先打一个电话 去预约 当然呢 在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人们要求的是那种气派 其实中国很多时候 中国的富人 一定是当着一大堆人面 想法 我得子给大家看 所以你建的东西也不一样 你建的东西不一样 大家找的感觉也不一样 你非让大家找着欧洲的感觉 因为这没有多少人 去欧洲 滑过雪 我最后一次去 是三四年以前 四四年以前 我最后一次去那个雪场 我是带着我女儿去的 等我开上去之后 发现那真的跟我以前 建的完全不一样 白花山庄已经没有了 就是在那边新修了一个 那个饭店 酒店 我就住在那个酒店里了 那边上有那种大的广告牌 他那个雪场啊 就是多勒美地啊 在整个的这个崇礼 依然不算是高级的 因为崇礼后来又修了很特别高级雪场 他那里不算高级的 但是那已经跟我们原来印象当中的 这个塞北雪场完全不一样 我们当年去在塞北滑雪的时候 我觉得滑雪啊 是整体感受当中的一项 他有很多别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在大自然当中 然后看了那些山 然后那个远处子啊 有一些那个就是县级 或者乡级的公路 偶尔会有一辆车从那开过 还有比如老乡骑着摩托车 骑着摩托车去买年货呀什么的 就站那看着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完全让我们从我们生活的 那个环境当中脱离出来了 这种感觉特别好 所以我去滑雪 就是滑雪本身只是 我去那个雪场 诸多我想要的感受当中的一项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比如见见朋友 是吧 见见老郭 跟老郭聊聊天 尝尝他们那的那个什么 粉条炖肉什么的 都挺好 所以现在我不太 不太学滑雪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人太多 太急 然后折腾半天 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冬奥会的到来 崇礼的雪季一年比一年热闹 2019年底 冬奥之路 京张高铁通车 只需要一个小时 就能够到达崇礼 这趟高铁上 甚至专门设置了 滑雪器材的放置区 现在张家口 已经建成了9家滑雪厂 每年冬季接待游客 近300万人次 2014年崇礼县摘掉了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这个逐渐跟上了 发展脚步的小城 也在气候上 越来越和北京靠近 没有人会注意到 崇礼的天然雪 越来越少了 就像同样没有人注意到 在新的雪季即将来临时 只有山谷里 那间传奇的赛北花雪场 还默默沉睡着 对我来讲 其实我找完意大利合作以后 那就是赛北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机会 其实到那会儿时候 我已经意识到了 就在这样一种 整个经济大潮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消费的时候 就说所有的东西 和我最初创业的时候的 那种理想已经 越走越远了 所以那是我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后来我到最后没办法 我就直接把我那去展示 就关了 关了以后呢 有时候帮他卖卖雪票 我先这个维持着 生存再说 一直坚持到20 大概是2012年冬天 还是13年冬天 他就不干了 每一个东西从生到死 他是有生命周期的 更大的资本进入 然后有更强势的政府推进的时候 他肯定会变换一个思路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即使那东西废弃了 我觉得他的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如果没有当年的塞北 没有当年的老郭 没有当年的单处长 郭丹丹 老袁 这些人在那儿 就是用那么大的热情 在那儿教大家滑雪 在推广这样运动 那不可能有今天的 这个崇礼的 那么多的滑雪场的资源 甚至可以说 也不可能有今天的 在华北地区办的冬奥会 去年12月 赶在冬奥会开幕之前 郭静带着记者 回了一趟老塞北 白化山庄下 野草已经有人那么高了 遮住了原本的路 老郭心中始终追求的 让雪场和山林天地融为一体 这个时候在时间的成就下 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样子 站在老塞北的标志建筑 雪人宾馆之前 回想起崇礼的种种过去 老郭并不是那么赶上 那天天气非常好 看着这个在山顶上 我们有用石头砌成的一个老的 那个酒吧和石头平台那块 看着这个西洋西下 看到了这个中国第一台 遭雪鸡第一条滑雪所道 第一台这个亚越车 还有我们拉客人上山的吉普车 当年白白的 这个充满笑脸的雪人 现在已经变成斑驳陆离的老雪人 这个我还是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感慨 我就想想当年在雪场的时候 我想了两句口号 因为我说如果将来建一个塞北滑雪 这个崇礼滑雪发言地纪念馆的时候 我说我一定要建一个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呢 用这个雪板为造型 埋在半截的 用固定器呢 做下面那个一个小房子 在这个纪念碑上呢 我要写上 那个碑文 写上口号 好啊 他们开完也说 说大侠你准备写什么呀 我说我当时有两句口号 一句呢叫大自然还没有那样的严寒 能熄灭我心中的灵活 另外一句呢 是让别人去做生活的交子吧 我们的使命永远是开拓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四处》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埃哲 本期节目由野补制作 声音设计桑权 婚姻桑权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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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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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